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二十九集 明雪为什么不参加应语竞赛 夏小兰是最清楚的 明雪作为全国高考状元 英语试卷没有刷到满分 那也差不到哪里去 季江源说明雪高中时还去过美国 口语能力也不错 她不参加英语竞赛 是因为觉得英语竞赛没什么价值 明雪就像江湖上成名已久的高手 不需要再靠这些比赛来证明自己 明雪同学估计等着刷专业领域的比赛 夏小兰不一样 她还指着多挣点荣誉 改变别人对她的印象 军训和国庆游行过后 夏小兰知道自己的确发生了点变化 她更融入这个时代 集体荣誉感增强了 就像刘华征说的 杀入决赛为的不是个人的荣誉 还有华青的集体荣誉 看看周围真是强敌环绕 京大 人大 北师大 对外经贸 游大 京城地区通过出事的 粗粗一数也有两百多人 要在两百多人里脱颖而出 其中更有外语系的专业选手 夏小兰想要脱颖而出也不容易 她估计自己就是口语和听力上占点便宜 能刷过出事的人 卷子的分数都差不多 季香远走过来 你俩挺紧张 刘华征丢给她一个白眼 忽然压低声音说道 我听到一个消息 能进入决赛的 不管最后拿没拿奖 都有机会拿到公费留学名额 你说公费留学 林老师是很重视这次英语竞赛 却也没把话给夏小兰说透 刘华征的消息比夏小兰灵通 显然季江源也听说过一些 不算是留学 是交换生吧 交换生 原来在84年就有交换生项目了 夏小兰隐约记得 直到1995年 美国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华国加入国际学生交流计划 她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上一世的童年 夏小兰考上了大学 如今还没有和美国有交换生计划 那多半是别的国家 当不当交换生 夏小兰不是特别向往 如果她有出国计划 绝对是直接出国留学 拿不到公费的名额 那就自费去 反正现在多赚钱总没错 三个人里 季江源直接就是从美国回来的 当什么交换生 对她吸引力都不大 只有刘华征挺向往 知道这消息 对夏小兰来说就是复试前的插曲 该怎么考试还是怎么考试 最开始是笔试 包含了听力部分 时间短题目还多 大篇大篇的阅读理解 能把所有题目做完都不错了 很难云出时间来检查对错 听力题就有整整一张卷子 口语的考试则是考场的老师现场考的 所有参加复试的大学生 根据考号被分成单双两组 每组都有京城教委安排的三个老师 现场准备了不少英语文章 上台去随便抽一张 先把文章当众通读一遍 读完了 老师还会提出一些问题 含糊读过去没用 还得知道文章讲什么 还要组织好语言 回答老师的提问 这无疑是复试最坎坷的一环 会刷题的口语不一定好 口语好的不一定会做题 季江源就自觉她是进不了决赛的 因为阅读理解 她做得太差 口语和听力倒是没问题 轮到夏小兰的时候 她抽中的一篇文章是讲环保的 除了个别单词 她全文通读得很流畅 老师问她对华国环保问题的看法 因为这篇文章是讲国外环境污染的 老师多半想听到的是 华国比国外做得好 夏小兰想了想 还是不能昧着良心 我们现在优先发展工业 工业能为全国人民提供衣食住行 能让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然而另一边 却是工业废水直接往江河中倾倒 对水质和土壤的污染破坏性极大 现在环保问题 还没有引起大部分的注意 如果不用法律法规干预和预防 再过二十年或者三十年 环境污染 必将是我们要面临的严峻问题 重金属超标的江河里 不会有鱼虾 受污染的土地里 种不出健康的农作物 空气中弥漫着粉尘 不戴口罩无法出门 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 事后再去花费百倍精力治理 不如现在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预防这个问题 这说的有点空泛 因为没有见识过 雾霾严重到 只差戴防毒面罩 才能出门的人 实在难以想象到 夏小兰说的画面 有人觉得他哗众取宠 有人觉得他危言耸听 夏小兰是刚好抽到了这篇文章 借着这个机会说出来 可能不是老师想要的回答 三个老师都没点评 反正他都是用英语说的 回答过问题 他就结束了口语考试 季江源忍不住凑过来 你还关心过 环保方面的问题 在八四年的国内 除了相关的专家学者 谁会去关注环保 季江源一直就觉得 夏小兰和别人不太一样 好像和国内的环境格格不入 这一次又有了这种感觉 刘花征也觉得 夏小兰的口语部分 答得有点偏 你口语那么好 好好回答老师的问题就行了 说那么偏做什么呀 政治试卷总是做过的 这种问题 每个大学生都知道要怎么答 夏小兰也不解释 只是感叹 看来我是无缘参加决赛了 说了他也不会后悔 就是挺对不起林老师的 林老师对他寄以厚望 建筑系更是只有夏小兰一个 进入副室的 季江源觉得 夏小兰回答得没错 但考虑到大环境 夏小兰口语流畅 回答的问题的方向 偏离了标准答案 季江源也不敢多夸夏小兰 万一下小兰特别想进入决赛 因为口语部分被刷下来 这不是让夏小兰同学伤心吗 刘华正 也是情商挺高的 两人都不再提着问题 夏小兰说 自己想在对外经贸里 找老乡聊一聊 因为还有别的学生在考试 华清参加副试的学生 一起坐校车来的 自然要人凑齐了 一起走 你快去 一会儿我让校车等一等你 刘华正冲着夏小兰保证 让他放心去 季江源想了想 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